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那麼這幾天要特別注意的天氣形態 就是相當的晴朗炎熱 甚至會覺得有點悶熱 所以還是要特別注意防曬 以及多補充水分 那麼另外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空氣品質 因為不管是這個臭氧濃度 或者是細懸浮微粒的濃度值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敏感族群要特別的注意 那麼預計像這樣子穩定 而且空氣品質不是很好 天氣會一直持續到禮拜三 禮拜四開始才會有一道封面雲氣南下 那麼我們台灣天氣才會有一些變化 首先來看一下這個臭氧濃度的預測值 上面可以看到其實這個臭氧濃度最主要 在我們台灣成因就是這個光化反應的影響 那麼光化反應就是說 在太陽光很強的這段時間 臭氧濃度會有比較明顯的升高 所以我們從這張圖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們台灣附近這個臭氧濃度 它是有一個時間週期的 大概在下午的時候呢 臭氧濃度會是比較偏高 空氣品質比較不好 但是在入夜太陽下山之後 臭氧濃度就會逐漸的減少了 所以如果是呼吸器官比較敏感的話 提醒大家 在下午的這段時間盡量減少外出 那麼在PM2.5系懸浮為例的話 也可以看到我們台灣附近的這個濃度值 也是稍微有點偏高的 那麼而且影響範圍 在我們台灣的西班部地區 那麼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擴散條件不是很好 所以污染物容易累積下來 那麼也提醒大家未來幾天 尤其禮拜三之前都會是類似的 空氣品質可能會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那麼在天氣的部分 我們台灣最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籠罩的影響 所以雲量相當的少 那麼天氣基本上還是跟夏天一樣相當的炎熱 相當的晴朗 就在山區有一些局部零星的午後熱對流發展起來 那麼預計未來一個禮拜天氣 我們剛剛跟大家說過禮拜三之前都會是類似的 都會受到太平洋高壓籠罩的影響 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很大的順時針的環流 這個就是太平洋高壓的範圍 所以天氣會相當的晴朗 那麼到禮拜四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會有一道封面雲氣南下影響我們台灣 那麼這道封面的話 目前看起來是屬於比較淺薄比較微弱一點的 不至於會造成說非常大的雨勢 但是在受影響的範圍 在北部跟東北部的話 雲量就會稍微的變多 那麼再加上有一些東北風南下 所以會感覺沒有像之前那麼熱了 甚至可能會慢慢的感覺到有一些涼意 那麼這一波封面是比較沒有影響到我們的中南部 所以中南部還是持續比較晴朗炎熱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午後的熱對流 下雨機率會稍微的比較高一點點 另外原本在南海 這個海南島附近的熱帶性低期 今天已經開始 但是雲氣要影響越南的北部跟廣西附近 所以提醒大家前往當地 今天明天的話 要特別注意這個南海的熱帶性低期 那麼來看一下 那麼台灣附近降雨的範圍的話 可以看到最主要就是風速比較微弱一點點 主要下雨的話 主要是山區有一些局部零星的午後熱對流 但是範圍並不會到很大 那麼這樣天氣會持續到禮拜三之前 禮拜四的話 因為受到封面雲氣南下的影響 再加上水氣量稍微變多一些 所以北部跟東北部雲量會稍微變多 中南部要注意 午後雷陣雨的這個範圍 可能會稍微的擴大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在於這個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氣 大致上都還是比較晴朗 要特別留意的仍然是空氣品質 西半部都是普通到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那麼在明天的話 各地天氣還是跟今天比較類似 白天是相當的晴朗穩定的 那麼空氣品質 仍然是普通到對敏感族群的不健康等級 那麼在這個溫度的話 可以看到低溫大概是26到28度 中午高溫仍然相當的這個炎熱 可以來到33到35度 所以中午仍然是屬於比較偏熱的天氣型態 那麼最後再提醒大家這個天氣 是相當的晴朗悶熱 山區有局部的午後雨 要特別注意的還是空氣品質 尤其在中午過後的臭氧濃度會比較偏高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